導覽他說 分威球場自從1912年 就已經完工蓋好啟用 真的是非常歷史悠久的球場 現役第一勞 分威球場的椅子 你看這個 800年前的椅子 真是很久 我們現在從這個角度 剛好可以看得到 綠色怪物的長度距離 是311尺 我們現在在綠色怪物區 哇 這就是綠色怪物的視角 我們現在要準備進場 他們的招牌就是綠色怪物 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 真的要興奮喔 好的我們已經進來到球場裡面了 導覽他說分威球場自從1912年 就已經完工蓋好啟用 在1912年之後 還會有做了一些改建 真的是非常歷史悠久的球場 現役第一勞 現在還有在使用第一勞的球場 他跟教室隊還有拼死隊一樣 他在飛球地都有做一些改建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觀眾型喔 第一排其實 他幾乎是跟球場是平行的狀態 就讓觀眾可以更有臨場感 公圈球場的椅子 你看這個 八百年前的椅子 對 不過這個球場真的就是正統美式的這種氛圍的球場 跟球員是可以很近距離接觸 你看他其實他跟休息室也是非常近的 在旁邊就可以講話 沒錯 當然也介紹 這位球場他有曾經做過 美式足球 拼上曲棍球 板球 足球 那還有棒球 再來就是 演唱會 有很多的球場其實都有多空用 而且他們都可以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可以立刻的去做改變 美式的球場我們到現在最做球場是第四座球場 我們看到了他們的最上層的保護的那個圍裡啊 都很低都很矮 那都拖一下就掉下去了耶 這跟我們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的一定是做高的 對 我們現在從這個角度剛好可以看得到 綠色怪物的長度距離是311尺 我們台灣的球場像 陳青湖好像是328吧 其實它311 要再換算那個高度 這個距離如果真的打出也是蠻遠的 真的台南有很多也是這種 剛補剛架做出來的球場 那個年代這樣做應該就是已經是很好的建築了 還是一樣嘛 侷限於硬體 這是什麼地方呢 這是餐廳 他們的餐廳 給我們看一下 這是轉播室 轉播間 Radio 喔 轉播間 我有一個好奇的東西耶 什麼 它的牆上為什麼會有 牆上1號8號272號252號254 它是報名牌嗎 那也是紅色的這個紅蛙粿 喔喔喔 那怎麼有一個藍色的 總是這個四個啊 喔那個 J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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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號 整個聯盟全部都不可以算412號 每一年一場 還有一天 經驗他 所有球隊都太高算412號 什麼好是這樣 我們知道有34號就是David Oates 比較近代退休的 但是我像那個9號啊4號1號啊 有可能還是一隻寵的時候 他就退休了 呵呵 中尾球場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的就是 可以去看到它右外野 拳擊打牆的那個標杆 這個拳擊打牆 你看它是一個直線 再一個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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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多個直線 這個就是這個球場的特色耶 沒有人規定 球場的拳擊打牆 應該怎麼做 重頭戲 綠色怪物 觀眾席 等一下 我想要跟你們說 它這裡也太漂亮了吧 他們的戶外用餐區 這有點像好士多的戶外用餐區 等一下在綠色怪物區 你想要看綠色怪物 這就是綠色怪物的視角 我們好像參觀完了耶 我覺得紅話隊的導覽 跟我們之前去過的 刀擊隊 教室隊 天使 天使隊 就是比較不太一樣 它的時間稍微比較短一點 而且它看到的東西也比較少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 它綠色怪物嘛 這個真的是一定 我覺得一定要來 如果有機會來的 各位就一定要來 這座球場是我們 要進來導覽 最嚴格的一座球場 它還有那個安檢門 我們前面去的三座球場 其實是沒有的 沒有的 接下來我們就到這個 商品部 去買要給 我們的朋友的東西 我們來紅話 氛圍這個球場 導覽費用是25美金 美國當地這些大聯盟球場 有開放這些導覽 但是導覽的內容 是由他們訂 我們盡可能的 都會選比較高單價的 就希望可以拍得更深入一點 分享給大家 但是它就只有25塊可以選 我也沒辦法 我們又到了他們的商品部 我們去挑選禮物 跟其他的球場 相對也比較不一樣的是 今天參觀完球場出來 他會給我們那個九折券 對 這次沒有 但這個沒有 比較重點了 來到紅話球場 就一定要買他們的紀念球吧 你閉著眼睛抓一顆盲抓 這個也是還滿不錯的東西 再找多少給你們猜 再來 襪子呢 襪子好了 襪子 我覺得襪子也不錯 這好像沒那麼一千 這條五百 這條薑 九百 好燙喔 哇喔 我們去看一下球衣到底賣多少 找這裡最有名的 兩百美 再加個10%的稅 兩百六千六 它雖然是明星球員 但是也已經退休了 應該都一樣吧 這175而已 因為沒有名字的吧 有名字的應該都兩百了啦 大股祥品那件好像更貴 更貴 那一件我記得買一買 好像已經七千多塊 快八千塊 那因為它是大股祥品 也是我們亞洲比較熟識的 所以我覺得就買吧